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中国银行近来透过永续债补写动作频繁 最近一次是工商银行4月初公布 计划发行800亿人民币的五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不只是银行利用永续债提高资本比例 事实上永续债最近还成了中国国有企业去杠杆的新花招 华尔街日报分析 中国债券市场正上演一场领导阶层与企业老板间的意志较量 而较量的焦点就是永续债 有部分企业认为永续债是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减债目标捷径 但分析认为就长远角度来看 发行永续债治标不治本 还可能增加金融风险 推动采取私有化等更加实质性的改革 才能真正实现减债目标 让中国官方受益 根据工商时报 所谓永续债指的是没有明确到期时间或期限非常长的债券 也就是理论上的永久存续 永远无需偿付 用于补充银行的其他一级资本 报道指出今年1月中国银行发行首单银行永续债以后 筹备发行永续债的银行队伍不断扩大 一天之内就有三家银行宣布计划发行 华尔街日报指出 2018年初以来永续债发行规模迅速增加 部分是因为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认为 永续债是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减债目标的方法 不需要再进行痛苦的重组 或是稀释政府控制权 但中央政府担心 发行永续债只是在增加长期金融风险 推迟采取更实质性的措施实现减债目标 因此在最近收紧相关规定 使得公司更难以会计目的将永续债算作股票 而不是债券 中国203年首次批准永续债的发行 目前没有偿付的永续债 大约有1.8兆元人民币 其中95%是由政府背景公司发行 这些公司从能源巨头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涵盖各类领域 包括电力公司中国大唐集团 和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 根据了解这类债券历史悠久 例如耶鲁大选保存一个荷兰水利机构 1648年发行的类似债券 英国为了给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贷款 进行再融资 也曾发行过相似债券 目前这类债券的偿付顺序 通常排在优先级别债券之后 债券发行方有时可以停止或推迟支付利息 也就是说从会计角度或在信用评级公司看来 这类债券可被视为股票 为了减债 中国政府要求国有企业 2020年底前要将债务占资产比率 比2017年下降两个百分点 而最新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2月这个比例为64.4% 低于2017年底的65.7% 不过荣顶集团等机构分析师认为 数字的降低主要是因为在永续债上耍了花招 例如标普全球评级估计 中俄化工集团的债务与资产比率 比永续债按照常规债券入账时 低了17个百分点 分析指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发现 发行永续债券是最快最简单的去杠杆方法 不过由于永续债的回报通常高于标准债券 以补偿债券持有人的额外风险 企业实际上是以更高成本进行融资 财务问题因此更加恶化 中资债券发行人通常透过将赎回日期 定在发行后两年或三年来吸引投资者 相比之下国际市场的赎回时间 一般是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而且发行人还会发出他们的确会赎回的强烈信号 这些中国债券的赎回条款中会规定 如果在事先确定的赎回日期没有赎回 债券票面利率将自动递升三个百分点 对此中国财政部今年1月采取了限制措施 发布了更严格的标准 采取了实际上禁止票面利率大幅度递升的措施 使得这些证券更加接近股票 分析师指出目前还不清楚新规定 是否适用于已经发行的永续债 同时有投行人士表示 新规定对于债券发行计划并没有多大影响 但无论影响与否 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艾西亚指出 依靠永续债的发行 解决不了中国国企的治理问题 只是一种在不改变所有权情况下扩充资本的方式 中国一家大型券商的专业人士坦言 中央政府存在矛盾 一方面不希望发行人滥用永续债这个新工具 另一方面对于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这样确实急需融资的实体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允许永续债继续发行 分析认为长远来看 继续遏制国有企业总永续债这个捷径 推动这些企业走上采取私有化等 更加艰苦的改革道路 才能真正有益于中国政府 我一直有一个印象 这个印象就是 怎么把偏颇在世界隔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价值观 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样的呈现 不是像社交媒体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 建不论丧事 弄自由 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和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敬明镜 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 也因此得以更加 强烈的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